你好 欢迎收看3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夏佳慧 此时疫情趋缓 国际旅游复苏 花莲港3月10号终于迎来 睽違三年的第一艘国际邮轮诺蒂卡号 花莲港物分公司表示 疫情期间已经完成通关站软硬体设备扩建 就是要让国际旅客有更便捷的通关服务 而今年度将会有9艘邮轮进港 预计再来18300位国际旅客 到访花莲 睽違三年花莲港3月10号 欢喜迎接国际邮轮禁令解除后 第一艘国际邮轮诺蒂卡号 花莲港物分公司表示 在疫情期间也完成了通关站的软硬体设备扩建 要提供给国际旅客更便捷舒适的通关服务 在疫情期间其实在港物公司里面 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投资号 包含我们基隆港的旅客中心 高雄港有新建旅客中心也是落成的 那在我们花莲港里面通关站也加大了 让大家通关的一个空间跟效率会提高 因为我们在邮轮的那个14号码头 我们现在也在新建当中 将来那个探索型的这个邮轮可以靠到14号码头 所以整个硬体的建设其实在疫情期间 我们港物公司尽心尽力也是在投资在这方面 今天是大洋邮轮的那个诺蒂卡号 那它载了539个旅客 它大部分的旅客大概有9成是欧美的旅客 那它也是第一次首航花莲港 整个通关的一个效率 就我们大概7点靠船 那旅客团客的部分大概半个小时就通关完成了 花莲港通关站内部增设海浪主视绝装室 站内也销售在地的特色商品 并且邀请中华邮政进入提供国际旅客 邮物和外币兑换的服务 而花莲县的观光大使也在现场提供旅游咨询 还有计程车的交通协助 为国际游客提供优质多元的服务 港物公司表示 目前112年抵达花莲港的邮轮有9艘 将带来18300人次的国际旅客 而113年的国际邮轮也已经有7艘在预报当中 并且会持续增加 谢理会花莲港报道